4、2、3年9月首次发现 我是9月份去体检 去医院体检 然后就查出来有这个磨坡里的结结 然后他建议我去这个医院再拍一次 然后我就去拍了 拍完之后就过来看一下 主要是这个结结 现在你看这上面这很小 然后主要是这个 这个就比它那个密度要高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可能原味或者微浸润都有可能 但是它是个头不大 个头也不大 可能六七毫米 所以也可以继续观察 浸润的话它会有一点危险 它不长就没危险 如果不变化就没危险 所以你可以继续观察 但是年轻也可以考虑把它拿掉 因为它长的位置好 长在这个边边上 做一个很少 亚洲有没有危险对身体 没什么危险 就是因为它长的位置好 就切一点点就行 所以能自己决定 反正不愿意做手术 就半年查一次对比 前后对比 如果觉得不放心 或者很困扰你 那就把它做掉 所以很困扰我的 影响你工作生活吗 担心受怕了有点 如果很影响就做掉 因为没错 它是一个 它的性质是不是良性的 所以你自己决定 那如果是我要做掉的话 我要换什么手续呢 我给你登记一下 你要做的话 就给你登记 你自己想好 因为肯定不是良性的 不是良性的 不是良性的 好